大家好 我是玲玲 好 很高興看到大家 在台灣就是像WhatsApp 然後Telegram Line Facebook Messenger 跟那個中國的WeChat 目前在台灣超過九成的人 都使用Line 作為他們的社群平台 這也是當時為什麼 Kofax想要先從Line開始著手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Line的API比較簡單 程式都不是我寫的 程式都不是我寫的 我先生說我就是 主程其實是Johnson寫的 然後基本上我是做 就是非程式所有其他以外的事情 因此這個專案想要告訴大家就是 不會寫程式 也可以加入開源專案 貢獻自己的力量 這是之前非常有名的謠言 有名到就是 他能夠把一則就是 英文的不實訊息 加上簡單的中文之後 然後進而在Line的群組裡面散布 那像這樣的假訊息啊 其實就是在影響台灣的民主 跟影響台灣的社會 非常的不好 像之前就是劍橋他們的研究 發現說在台灣這裡非常的紅 表示說我們其實受到了很嚴重的 不好的不實訊息跟境外吸引影響 那這是之前就是國發會的研究報告 我要特別提的就是 像類似的報告 其實國發會每年都花非常非常多的錢 在做研究 那這些研究的資訊呢 他們之後成為了一個PDF之後 你要非常非常的有心 才可以一個一個的 就把這些資訊找出來 那這個部分其實也是 資訊距離民眾很遠的一個原因 當時的2018年的這個研究 發現說其實年齡越高的話 他們遇到訊息就不太會主動查證資訊 因為對於長者來說 他們的訊息來源是來自於他們信任的人 那信任的人採取了那個信任 具有信賴度的那個角色 因此這個訊息就不需要被查證了 因為我是憑著對於個人和私人情感上的信賴 去轉傳這些訊息 因此就是年紀大的人跟年輕的人 他們就在同一個等級裡面 不太會查證訊息 而且他們會傾向相信 他們的親友傳來的資訊 因此我們就做了一個LINE的機器人 Copay在2016年的時候 在Ginney Faker松裡面提案 那一直到今年我們開始陸續增加了一些新的功能 比如像今年我們就可能 我們就加入了機器學習 所以我們現在有AI的自動分類 使用的方法其實就是使用者把資料傳給機器人之後 機器人背後就有一個超級大的資料 現在大概超過4萬1000多比 然後使用者就可以在使用這個機器人的時候 他可以同時發訊息給機器人 那機器人背後就有直接上傳編輯社群 再把資訊回傳給這個使用者 有一些和其他目前 因為當時是我們發現沒有任何人在進行機器人的開發 所以Copay真的假的決定第一個來做這件事 那像近年其實已經有很多不同的市場和組織 他們都開始開發自己的機器人 比較大的差別在於說 目前這個還是唯一開源的 那同樣的就回到開放資料開放政府 很多政府的資訊 在那個資料庫裡面其實也包含了就是政府官方的資訊 而且如果我們的編輯我們的查核社群 如果政府的資料放得太多了 我就被寄信抗議就說最近政府的資料有一點點多 是不是政府有派人在偷偷的就是塞資料在這個資料庫裡面 但其實不是因為我們就是盡量維持開放 然後像查核中心像麥哥粉像這些得到FCN認證 和其他的台灣市場的機構 都屬於在我們這個社群裡面 他們會在我們的Facebook社團裡面發文 並且主動澄清 因此這個資料庫是目前最大的資料 普通事務也盡量把資料全部都公開公開放 那你們可以看到就像外交部 還有CDC跟警政署 當時我們 雖然我們都沒有談過任何正式的合作 因此這些資料就是查核社群的人 一個一個去爬一個一個去找 然後好好的修正過之後放在資料庫裡面的 比較特別的是其實不同的部會 像國法部 國法部的澄清方式跟中選會 像中選會就有點兇 然後像國防部每次都很強硬 還有 就是還有法務部 目前每一個部會 我記得當時是好像有要求說 大家都要有很即時的輿論澄清小組 而且還有限時間等等 那他們就開始演出各式不同的風格 像中選會就是永遠都很兇 我們每次都要進行中選會資訊的在轉譯 才可以讓使用者聽得懂 開放政府對於一般的民眾來說 最遙遠的地方就在於說 他使用的很多是官方語言 是公文的文書 其實這些語言對於民眾來說 相對距離很遙遠的 這也是告訴我們說 為什麼知識的轉譯 為什麼媒體素養跟公民教育 永遠都有一個很大的市場在 就在於說 其實這些政府的文書 它的可讀性 它的易達性 並不是每一個人都看得懂 那當然我們也很感謝 就是像很多調查記者 像reader 像報道者 他們就可以一樣的進行同樣的資訊專 一樣的去把這些資料 進而提出來 然後讓更多民眾可以看到 Cover想進行的經營 其實就是整個生態性 讓所有的人 他都可以從這個資訊當中獲得受益 比如像台灣的智庫 像可能民主實驗室 然後像沃草 各式各樣的參與者 都可以使用這些資料 並且進而達到散佈出去 讓政府的資料可以更開放 並且讓所有人都可以利用的效果 同時 Cover的資料庫的那種程度 其實算是幫假訊息上鏈 因為很多中國的不實訊息 或者是內容農場 他們訊息放了之後 他們後來就刪掉了 因此他們都會在Cover留下一個 很神奇的快取 現在我們算是幫這些不實訊息 留下了一個小小的archive 那同時 再加上因為Cover的OpenAPI 我們把所有的資料庫的開放 因此我們也有 就是第三方的機器人 像是驅逝科技的視察 驅逝科技的 防災打人 這些都只是使用過的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他們其實是Cover使用的開放資料 我們盡量使用開放授權 然後不管是OpenAPI或者是我們的城市 盡量全部開放 所以像當時 包括法國的議會 還有我們之前接受過一個馬來西亞的官媒嗎 也是訪問 他們也希望可以做像類似的 適時查的聊天機器人 那Cover想要推廣的就是 能夠盡量讓這些資訊 可以讓它更平等的被眾人所知道 所以像資料庫 資料庫也是被大家可以自由應用的 那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 其實Cover想要進行的就是更多的對話 跟與民眾交流的平台 像這個就是之前Cover的新功能是 我們可以讀圖片 所以我們利用OCR之後 所有時候都可以讀圖片了 讀圖片之後呢 那既然可以讀圖片嘛 所以在我這裡能夠理解到的就是 其實圖片然後放入文字的訊息 很多是跟政策類相關 為什麼 因為公文 它轉述公文 它轉述就是政府發布的文宣跟海報 這些比較傳統的方式 向民眾溝通的方式 就會被民眾再傳進來 因此以真的假的的資料庫來看 其實四萬筆大概就會有一成 所以大概是幾千 數千筆是跟政府的文書 或者是跟政府的政策改變相關 像交通違規就是永遠都是熱門的議題 交通政策的改變跟 還有像近期因為衛福部和CDC 各種不同的疾病防治管理政策的改變 這些都會是極度熱門的訊息 同時也會引起民眾對於政府的猜忌 像這篇它也是 真的假的有做Facebook Bot 所以在Facebook上面也可以直接使用 真的假的然後來進行事實查核 像在澤東俊也其實是當時323在行政院外 但同時他在2020年中華大學之前 他被拿出來並且用來攻擊當時的執政黨 說他其實和某個跟執政黨友好的 行銷公司的工作者有關係 藉此讓惡意的角色和惡意的形象連結在一起 並且以此說服你去抵制特定的執政黨 然後這兩家現在都是商業公司的產品 他們都使用了真的假的的API 然後也就是說你不管使用哪一個Bud 你看到的都是我寫的東西 因此 你看到你爸爸對嗎 所以其實我同時接收了三個 來自三個Bud的客服 他們到晚都問我說 你寫的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為什麼中間會這樣寫 就是我 你們他們都是我控制的 目前台灣他不然還在做Bud 像CDU最多人他兩百多萬人 每十個人就會有一個人使用CDC的Bud 然後大家角度都不太一樣 我們希望能夠做的就是盡量連接民間的努力 所有的資料都是要開放 同時民間就是想要跟政府對話 他們就會覺得政府也好有權力 所以應該要能夠對話的 同樣的為什麼假訊息很嚴重 我參加了兩次OGP 他們其實都會有Disinfo的論壇跟Round Table 其實各國對於不實訊息對於假新聞 大家都會發現到這是一個 開始影響我們生活的議題 因為資訊已經比以前多太多了 現在是我們從來沒有過像現在這樣子 資訊多到我們不需要花很多很多時間 才可以消化完蛋程度 因此注意力就變成大家禁足的焦點 那也是為什麼像這樣情緒性的東西 才可以抓住大家的眼神 或者是抓住大家的眼光 目光 因此不知虛擬的危害 就這樣子危害著我們 那我們能夠做到的事情是 真的要來一直想要試圖提供一種解法 這件事情不一定要我們來做 也可以是政府來做 或者是民間來跟政府一起做 我們一直達到我們一直希望的期待是 政府可以派人在這個平台上面 偶爾的就是看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但開放可能目前大家都 公務員都真的太忙了 公部門可能沒有餘力來做這件事情 但是真的假的還是想要持續的 透過像訂閱器 我們現在做了一些新的新功能 然後希望讓大家可以理解 公共的場域就是需要不斷的被溝通 那同時我知道民眾想要跟政府溝通 或者是政府也想要理解民眾在想什麼 因此他們會逐漸的找到一個新的平衡 那我想這也會是 開放政府的進程當中會需要被 需要被理解到一部分 然後 這是之前就是最近能夠提到的一則 就是相關的訊息 像這個部局他就很聰明喔 他使用了四個不同的醫院 然後這四個不同 尤其是分屬了四個不同的部會 因此讓他的可信度增強 我當時呢就問了補方跟行政院的朋友 他們他們 因為有很多機要跟很多的朋友 他們其實都是政治系的同學 然後我一直問到下午 他們都說不行 我們現在還在問就是中央疫情中心 問到了晚上 所知道的情況就是呢 當然他其實是引述了一則亞中醫院醫師的對話 那你就可以知道 不實訊息呢他會不斷的被傳送 就在於說他在當時有很有限的時間之內 他可以被大量的轉傳 他有很多的很多的很多的關鍵 他假借某個權威 某個醫師說 某個教授說 某個記者說 那我覺得 我覺得對於不實訊息的防治 跟對於民間來講 像這樣子醫學的權威或政府的權威 永遠都是動搖他們內心 對於政府信任感 跟對於這個社會安定感的 最後一根稻叨 這樣類似像這樣 關於政府如何去 如何吃便當 像這樣的不實訊息 其實也會造成民眾對於政府的不信任 很想說 這群人像我們今天這樣子 大家來開會 是不是都有領錢 或者是有領出席費等等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於政府和對於民眾 其實都是一種不信任之間的傷害 某個實訊息之所以違憾社會 就在於他讓你覺得說 我現在看到知識不一定是正確的 那我傾向相信 我所信賴的人會給我的知識 那這件事情就會破壞 社會之間的和諧跟信任 那我們使用了新的統計數據 那也是為什麼我大概知道說 現在不實訊息 比較熱門的在哪些地方 因為我們就接了Google Analytics 像這個就是班午節之前的訊息 如果簡報到這裡結束 其實已經沒有更多的簡報 我只是覺得 我相信對於民眾來講 開放政府之路其實 前面講的開放都很遙遠 但是對於政府的資訊 如何有效的傳達到民眾 這件事情對民眾來講 是非常直接而且必要的 然後我們已經觀察到這件事情了 謝謝大家